跟您聊的是中医刮痧 为您邀请到节目中的是国内著名的刮痧专家张秀琴教授 张教授您好 今天您要跟我们讲通过中医刮痧来美容 而且还来整病制病 我们很好奇也很担心 用刮痧板在面部一刮痧 能起到美容作用吗 到时候痧一出 这轻一块紫一块的还能美容吗 对 好多人一听到刮痧美容 就跟你有同样的想法 其实咱们所说的美容刮痧和身体刮痧都是不一样的 身体刮痧要出痧 面部刮痧要达到一个美容的效果 那它不会出痧的 它主要是区别于手法 我们研究了一种新的方法 在刮的时候 它用力度 角度 速度发生了变化 达到既疏通了面部的经脉 达到美容的效果 然后又不让皮肤出痧 所以我们这个担心是不存在的是吗 对 还有刚才你讲的 咱们今天的刮痧不但有美容的效果 它还有诊断的作用 这个诊断不是诊断你哪有疾病 而是诊断人体压健康的部位 有哪些潜在的问题 有哪些潜在的问题 因为我们是在中医理论下指导这样的一个诊断方法 所以这种诊断它的概念 定位的概念是中医的脏腑经络 而不是你有什么疾病 那我很好奇了 这个面部怎么就能通过刮痧板一刮 就能起到美容的作用呢 我们前一期讲到了 刮痧它可以把血液里边不清洁的东西排出来 让我们的血液得到净化 让我们的经脉通畅 让输送营养的道路通畅 那您也教我们几招 让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也学习学习 好 那么这个呢 它的理论根据就是面部的全息经络分布这个规律 我们看看这个图就知道了 这个图呢是两张 这边呢是面部的全息分布 这个图是面部的经脉的分布 我们看这两个图呢 就是我们讲的两种理论 这边呢是人体的这个经脉 在脸上寻形的部位 正中间这个 我们以嘴唇为分界线 上边走的这是督脉 人的阳气怎么样 精力是否充沛 我们就看这个位置 这下边 从下嘴唇一直到下颌 到颈部的正中线 这是人脉 这是阴晶 特别是女性 护科怎么样啊 那就从这儿看出来 从下颌这个部位 还有呢 人的肾气怎么样 充足不充足 都从这个位置来看出来 再有呢 我们就看最复杂的这个部位 就是眼睛 人的眼睛在我们的面部 非常的重要 这个面部的眼睛部位呢 你看走了好多的经脉 这个内眼角 好多人有黑眼圈 但是为什么呢 其实是这条经脉出了问题 这条经脉呢 从这上去上到额头 然后从后头走到后背 这是膀胱经 它和肾是有关系的 膀胱经 所以肾虚的人呢 容易黑眼圈 这个经脉 这是胆经 你看 这个经脉 和它是一个颜色 它们是一条经脉 起在这个额头 走到外眼角 有些人不是爱上皱纹吗 对 这个眼角 早早的鱼尾纹就出现了 对 什么原因呢 那是胆经 气血不足的表现 它在额头上 也会出现问题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眼角的这个 这个部位 眉毛 眉毛这条经脉 是三胶经 这条经脉 跟我们的全身相连 上胶中胶下胶 它主管我们身体的这个水液 代谢呀 很多的功能活动 跟它有关系 还有你看 这还有一个虚线 上面有个虚线 这个虚线呢 是肝经 我们脸上 寻形位置最长的一条经脉 是这个经脉 它通过颈部下行 其实呢 它是在这交叉到对侧去了 这条经脉是胃经 所以如果我们满脸都有问题 比如说肌肤整体的都松懈 过早的衰老 或者是满脸长痘 什么的 只要考虑胃经和胃的功能状态 跟它有关系 你看 它一直走到这 这个位置呢 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 长眼道 所以人为什么会出现眼道呢 从经脉里边找到答案 跟胃经有关系 这条经脉 红色的 红色的 它这呢 也是交叉到对面去了 这条经脉呢 是大肠经 所以人的这个大肠的功能怎么样 可以从上唇 鼻子旁边反映出来 这个就是面部的一个分布 还有这儿还有一条经脉 从耳前 到面颊 颧骨 然后呢 到颈部下来 这是小肠经 小肠经跟我们的心脏 有直接的关系 这是面部经脉的分布 这是我们一个诊断的一个依据 肾病尿毒症危害生命 应及时科学正确的治疗 请肾病尿毒症患者 拨打专家咨询热线 400658-0099 400658-0099 这边呢 怎么还有胳膊这脸上 它实际上就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全息缩影 我们人体有哪些脏腹器官 它就有表现的部位 看起来比较乱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你一看就不乱了 你马上就记住了 你看我们从上往下画一线 画这一条线 也就是我们面部的正中线 这个面部的正中线就是我们的躯干 躯干的最上边是不是头部 所以上面是头 头的下边这个部位 是不是咽喉嗓子的位置 然后再往下呢 就到我们的胸腔了 所以两眉之间是肺 两眼之间呢是心 然后再往下走呢 你看心肺的下边 是不是就该肝啊胆啊 皮啊胃啊 所以在鼻子的中间呢是肝 这两侧这个绿颜色的是胆 然后这个鼻头是皮 两个鼻 鼻孔外边的这个位置是胃 这就是肚脐以上了 那我们的肚脐以上 除了肝胆脾胃 是不是还有大肠小肠呢 对 所以在鼻子的两边 你看这是大肠躯跟小肠躯 这里有问题 就是大小肠有问题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鼻子往下 上唇下唇 上嘴唇画的这是膀胱 下嘴唇这是肾 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鼻子下边 口唇上下看的是我们的泌尿系统 那在中医来讲呢 其实泌尿系统跟生殖系统 它们都属于肾 因此上唇和下颌这个位置 既看泌尿系统 也看生殖系统 如果泌尿生殖系统有了问题的话 会在上下唇下颌部位有所反应 这样我们时候把这个躯干 对 都说到了 你看啊 如果你要知道了这一个规律的话 你不用去背 你想想你上中下 它的器官的排列 怎么分布在我们的脸上 就这样了 背号入座就可以了 那还有四肢呢 四肢是这样 这个两个下颜碱外侧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的上肢 紧接着上肢和颈部是相连的 所以我们的颈尖上肢的问题 在哪里表现呢 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写了一个一 现在我们再写一个横 就写了一个十字 我们在脸上啊 先画一个一再画一个横 这不就是一个十字吗 这个十字的横 就是我们的两个上肢 颈尖部和上肢部位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再写一撇一纳 就是我们的两个下肢 一个十字加一撇一纳 就变成了一个目字 你在脸上写一个目字 那你就找到你的脏腑器官 对于一个位置 对对对 我们根据这两个图 结合起来 我们来看 就能够分析出这个人的健康状况 张老师 这样就很一目了然了 你看这个图上什么部位就都有了 那我们要单纯的看经络的话 可能还理解的不是那么透彻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记住了 哪个部位是哪有问题 您是怎么总结出这么一个全息的面部图的 说来呢 就是我这个研究也是有一个起因的 当我发现这个砂和我们的脸有关系的时候 其实是在我们保健治病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有人反馈 说我挂了身体以后 我脸上的斑斗都减轻了 后来我就开始进入刮砂美容这个领域里的研究 那么研究有一个切入点 首先呢 我就考虑 这个人呢 好多人脸上都长斑长斗 但是我发现呢 他们长的位置都不大一样 还有人老了以后呢 都会长皱纹的 但是每个人出现的第一道皱纹 不见得都在同一个部位 那皱纹的深浅也不一样 同年龄的人也会有差别的 有些人是抬头纹 有的是鱼鱼纹先出 对 我想这里头有没有什么原因呢 我们要解决任何问题 我们一定要先把原因找到 你找到了原因 你从根上入手 这样解决都彻底呢 我就开始研究这个 这个长斑长斗 短皱纹有没有规律呢 最后把这个谜给解开了 怎么解开呢 就是刚才给你讲的这个图 首先我想到的是经络 因为经络呢 在我们这个传统医学里边 它已经应用了2000多年了 我们用这个规律去破解 一定能找到答案的 那果然是这样 后来我就按照刚才那个经络图 分布的规律 那我就发现 有些人比方说这个黑眼圈 我一看它黑眼圈 那就想到膀胱经 然后就想到肾 再一问它呢 它果然有肾虚的症状 什么腰酸腰疼啊 什么月经肉气不规律啊 什么呢 就这样一一的去调查 去研究 最后发现 跟我们的经络 完全的吻合 然后当我把这个全息理论 应用到咱们的刮沙疗法当中的时候呢 这个面固也是一个全息缩影啊 我再把这个全息这个关系 器官的对应 把它跟斑啊 痘啊 皱纹啊 结合起来 发现完全吻合 最后我得出一个结论 什么结论呢 就是你看起来这个经络和全息 好像是完全不一样啊 其实它们俩是完全一样的 就是经络和全息这两种理论呢 它是相当吻合的 那么在同一个部位 假如出现了斑啊 或者痘 或者皱纹 我们用全息理论和经络理论 完全能够把它 发现的问题是一个问题 找到的根源是一样的 它可以更好的来诠释我们面目的问题 对 您刚才那个全息分布图啊 就特别便于我们记忆 您比如说刚才我注意到 那个下巴那个部位 经络上也是代表 肾 肾是吗 对 跟肾有关系 然后您刚才那个画的那个图也是肾 对 也是这样子 所以它是从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理论来擅述 但是具体到我们人身上 它最后的器官归于到还是一个 通过这个面部刮痧 我们就已经了解了一些相关的知识了 非常感谢张教授 那观众朋友 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跟您聊刮痧 著名矿杀专家